我们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要放宽对互联网的监管 特别是新闻自由方面 那么你觉得目前中国对互联网的监管或者是监控 还有一些整个的规模和它的情况是不是非常的广泛呢 还是你们是怎么看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的情况呢 是的 如果现在有76名网民被关在监狱 说明他们有人跟踪他们追踪他们 然后追踪他们所写的一些信息 而且很多官员也都知道他们 然后官员决定说把他们关入监狱 这76个网民呢 现在是就是这个国家所关入监狱的人数最多的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监狱 有一百多名因为他们自己的言论被关入监狱的人 其中76个是网民 现在互联网的控制和限制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中国的这些博客的作者不会等到我们去跟中国政府来交谈 说不要放宽这个网络的限制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希望某一天中国的这些博客的作者是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 现在中国的这些博客作者确实是知道这种情况的 他们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举例来说 他们给一些伊朗的议政人士和伊朗的博客作者 告诉他们如何来绕过这些监管来获得一些信息 所以中国政府确实是在限制网络上的获得信息的能力 但是与此同时 这些博客作者很聪明知道如何绕过这些监管 就是翻墙是吧 那么我知道呢 就说那个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呢 进行这个人权对话的时候 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呢 曾经给克林顿国务卿呢 写了一封公开信 那么其中就提到 主要是提到中国的这种网络的监管 互联网的管制 另外一些政治意义人士的问题 那么你觉得是这个互联网监管和这个 就是人权关系是不是非常密切 是的 我们在人权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给克林顿国务卿写了公开信 因为她之前发过一次 发表过一次演讲 她是愿意这么做 敢于这么做 要向世界宣布 互联网自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之一 基本的人权之一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她给出这样的一个发言 她就提出了一个例证 也就是你可以要求什么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 你可以要求什么 可以做什么 然后给那些控制互联网的政府 发出一个信息说 他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满意他们的行为 所以这不仅是对中国说的 她对突尼斯 别的一些国家 土库曼斯坦等等 好多国家都是传递出同样的信息 我们给她写公开信 因为我们知道 她在中国是很有影响力的 而且中美的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关系 所以克林顿阁务卿 敦促中国政府 来释放一些监狱犯 要求中国政府 来不再限制新闻自由 互联网获得信息的通道 这可能是会有用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就开始接一些 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那么在今天 就是无国界记者的网站上 就说对中国中宣部 加强地方媒体的新的法规 表示担忧 无国界记者的网站上说 中国记者告诉他们 中宣部对中国媒体 下的新的禁令 其中包括 各地地方媒体之间 不得交换新闻稿件 还有就是说 在国际新闻版和国内新闻版上 各大城市的媒体 都市报 不得自行撰写文章 或改写官方媒体的报道 那么你对这两条新的规定 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有两点 7月16日 我们也发表了两个报告说 微信博客在中国 已经不可以实行了 因为其实微信博客呢 是人们交流一种方式 其实在伊朗的疫症人士 他们就用这样一种传播方式 来交换信息 那么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信息该如何传播呢 如果你不能发短信 我在网络上发短信 向朋友发短信 那么在美国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怎样呢 7月1日以后 那么在新闻媒体中 又有新的规定 它说 这个报纸之间 不能互相分享信息 报社之间 就不同省的报社之间 不能互相分享信息 那么 这个报纸 它不能自行撰写 国内和国际新闻 改官方媒体的说法 那么 那么 这就对于 那些 扑克作者 或者是一些新闻记者 因为这什么呢 人们就 没有办法知道一些真相 因为一些新闻报体 或者是 微信 扑克者 他们没有办法 把这些信息写出来 因为这是禁止的 对 如果像这个 这个天灾人祸发生了 这个一个地方发生洪水了 或者地震了 什么这些事情 是不是一个全国性 的消息 是不是 好 那么 我们接下来呢 就 这是美国之音 在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时达一谈节目 正在讨论的话题呢 是谷歌中国整改 与网络新闻自由 听众观众朋友呢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 来向来宾呢 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的 个人看法 美国之音 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 是10810 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